請大家看內情 這個新聞是這樣 它只有登在聯合報 半個版喔 這個花很多錢耶 不便宜 請大家看 這登在一版的 頭版的半版 這個其實是滿貴的 對 很貴 半版 然後呢 它這個聲明啟示是這樣 來 請大家看內情 然後我們來判斷發生什麼事情 這張照片自稱是蔡某某 我相信她講的是蔡小姐 然後電話號碼是 這個在打999次 你就會打中一頭 對嗎 然後這個女孩子呢 請你可以選擇放手嗎 你花了我孩子的爹不少錢啊 也許你並不光 只是叫我家老爺為老公 但你畢竟年輕 終會有更好的歸宿 我們不想因為你的介入 造成家庭失和 今天如果立場互換 相信你也會了解的 無論怎麼樣 傷害已經造成破壞的代價很大 請你想清楚這一點 是否要到沒有辦法挽回的局面 你才滿意呢 是嗎 忍無可忍 而且做牛做馬幾十載的工具人 這個顯然這個女生已經認為 做牛做馬幾十年了 她一直被利用工具人嘛 是啊 對不對 然後她特別提供了這一張照片 就是想這個 這個叫什麼 蔡小姐 蔡小姐的臉 她有一點點給她馬賽克 不過老實講 如果熟的人已經 大概知道是誰了 大概知道是誰了 電話再比對一下 對不對 電話再比對一下 其實現在肉收太容易了 對啊 她上面為什麼要有個二十八天 在一起二十八天吧 在一起才二十八天 不止 不止 會不會連登二十八天 還有明日代序 然後你看喔 她的那個照片 老公是馬賽克 是真的看不太出來是誰 這個小三是用黑線畫眼睛 黑線把眼睛畫起來 所以其實看得出來鼻子輪廓喔 你怎麼會注意她臉 因為閃亮亮只看到這裡 乍看之外像是胸嘛 胸腺 但其實是手啦 手臂啦 這是手臂 那個男生是靠在女生的手臂上 沒有那是手臂 曾大哥真相大白 原來是你在注意 你看我們都沒有發現 我本來猛一看也想說 哇好兇喔 好兇真的 結果那是手臂 你看 來 你自己摸開 你看看 好 待會 那婚婚 你覺得她在講什麼 讓我想到一部電視劇 一部日劇 叫做月薪交期 為什麼後來其實月薪交期 這一部戲 其實它是在凸顯 就是說本來 就兩個年輕人要結婚 但是這一個 這個太太 本來是在她家裡面 幫這個男主角幫庸的 到最後要結婚的時候 她跟她講說 那我可能比方說 我幫你倒垃圾多少錢 煮飯多少錢 洗衣服多少錢 其實這些羅列下來 為什麼 當初那個日劇 會引發這麼大的回響 很多的太太都覺得說 為什麼後面那一句話 做牛做馬數十仔的工具人 一定帶孩子 做所有出來事情 那我也沒有拿半毛錢 可是在這個狀況底下 其實一般女人會覺得 大家家庭共同 然後男主外 女主內 我可以吞得下去 可是這個擺明就是 我火啦 我可以做幾十年來省 一個月五萬塊 幾十年多少錢 我半毛 我可以省上內鬥 什麼... 我相信從裡面的內容 看得出來 這個小三應該 她發現她老公可能 因為有些小三是很大膽的 因為現在社群很發達 可能今天PO個包 明天又去哪裡吃大餐 然後去哪邊貴婦百貨 或許 這個圓沛看她的心裡 你覺得會不會壞吧 我一個做到這樣 我老公還給你驚訝 對啊 而且我又沒有 我又沒有薪水 你如果叫一個保母 一個月多少錢 那其實這個 其實登這個版面 自放這麼大 其實這真的是賭氣 再加上真的多憤慨 多憤恨 多賭 你知道嗎 所以那一 因為那一版 大概要一百多萬 其實我在看 除了去嚇阻這個小三 就是說我會有動作 也在警告老公 就是宣示主權 我就會警告他老公 對 如果你是老公 你敢不疼 再來我就再開了 對啊 也要用人性的貴婦 來 周老師 這你最貴婦 這是什麼意思 這應該小三可能就是熟人 你看他們的分手嗎 這不說 搞不好 可能分手 是所謂的大老婆 為什麼 因為我們 有很多很多的客人 搞不好都這樣 其實應該要有智慧 這樣在那裡開箭 以及說這種先事什麼什麼 其實到後來都是輸得多 所以我們應該是說 忍無可忍 不要做牛做馬 應該要做 紅黃根 可是我覺得 做紅黃根 什麼 差一點說出來 但是我覺得她 這個大老婆 她應該是想不出辦法了 她應該能做的都做了 這已經是走到最後一步 心急不回來了 已經走到最後一步 因為你說 我相信她知道這個是 老公的小三這件事情 她已經掌握一些事情了 那有些人臉皮很紅 你就告我啊 告我嗎 我不會怎麼樣 反正醫科罰經理老公會出啊 而且她說自稱姓蔡的這個小姐 她還沒有辦法完全掌握 她到底是姓什麼 所以是不是熟人 自稱姓蔡 她說自稱姓蔡 她搞不好還不曉得 應該想她已經有她的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那很簡單嘛 她就靠電話號碼 她也掌握 男人現在在哪裡 我蔡小姐 叫男人來告訴我電話 我們看過很多小三 親朋打好去找大老婆的 所以這個老婆說 她為什麼人無可能 是因為你這個女的 實在是臉皮厚到不行 所以我現在登報紙 我都有你的長相了 如果你真的不怕 你自己不怕沒關係 你的親朋好友 老大人現在 很多人看報紙 因為你知道網友都說 現在誰看報紙啊 網路這麼發達 你這個半百一百一十三萬花下去 會不會浪費錢啊 也有網友講說 這個錢 你不如拿去買包 不是心情比較快樂 你 有人這樣講 其實我覺得 她講的 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工具人 她就是說 好像有點被老公利用來 對 做牛做馬 帶小孩 而且我要陪你睡 然後沒有錢 沒有錢 對 我就免費啊 現在已經很久沒有睡了 沒有 有些原配 我很氣的是 我真的做牛做馬 我好累 我還要想盡辦法取悅你 取悅你 然後呢就是跟 就是變成你的對象 你把我當成一個工具 可是後來 只是一個老婆 這個也是工具的一環 所以很多原配 為什麼會後來氣到不行 因為外面你要去 等於你要跟這個小三 有親密的接觸 像這張照片 是真的非常非常親密 然後胸部幾乎 就是靠在這邊了 那你有沒有想過 因為其實 有些男人 要一親方則 他可能要花很多的力氣 比方說要買包 要討好他 可是對於原配來講 到最後你們會覺得應該的 很多男人 其實面對原配是覺得 我今天管你累不累 我要就是要 所以這個就是變 淪為工具人 沒有親密 可是有時候 所謂的大老婆就是 沒有用智慧在處理 要用智慧 要用智慧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不要說 是有力 人家吃吃的力 好好帶到智慧 真的耶 本來應該 好好帶到智慧 就是表示說 本來是你贏的 到後來你千盤輸去 對